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倍多还有那个 最后当天就是最高两倍这样子的一个涨幅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市场对港股的IPO的预期很低 说要把估值打得很低 这个时候估值低的时候肯定会有投资者出来炒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因为之前在IPO火的时候是估值太高了 炒上去然后现在就没办法打下来 剩下就预期低然后估值也低就可以炒 就是说你说的是不光是他用下限定价这样的一个逻辑 而且有可能这个他根本这个range本身 也是已经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那我们摆面上面很及时 已经是把最近这个新看到的一些股份可以看到 今天的德士嘉其实是今天等会我们会详细来跟大家聊的一只新股 那其他也是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是陆陆续续分隔几天上市的这几只股 鲁大师和涛博其实现在股价虽然有点回落 包括那个新院服务也是要跌5% 看起来今天都是往下走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他们现在仍旧还能够在这个招股价的水位之上 所以说其实还是撑得住的一个状态 当然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样的一个高度 那已经从高位回落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半薪股 其实是不是也已经代表他们这一段所谓的炒地估值已经结束了呢 其实就比如说就举个例子 就新院市场上对物业股的估值 现在应该是在接近30倍的 那么它30,40度的IPO大概是89倍 现在整个行业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炒高百亿50其实也很 现在算是很正常的 那么它现在位置对比行业来说它还是偏低估 那么它后面是否有追行业平均的一个动力 其实就在于它的物业的管理能力 还有些线木还有业绩是否慢慢会翻出来 假如真的后劲很足的话 所以股价可以追上平均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干脆现在趁它真的回落到 比如说接近照股价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位置的话 我们反而是可以吸纳的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憧憬的话 那另外两个我看你不大提 是因为他们现在回落的还不够多呢 还是股价的问题 它涨的幅度现在高很多 那么IPO的那个涛利空间 已经基本上有获利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涛博它本身原来百利分拆出来 其实它整个市值也不小了 也有五六百亿了 那么这个人说它作为一个渠道商 它等于是一个卖东西的一个渠道 那么这个渠道是否值钱 其实来说还是受市场去争议的 因为市场主要的这个估值是在互联网 电商那里 那么这个实体电的这些渠道 是否能够重启它的活力 那么像那个他上次说 他可能会用一些 人工智能的一些跟踪 还有一些大数据统计 有助于销售 但无论怎么做 它还是一个实体 原来比较传统的这些渠道商 这个渠道商其实这几年在包括美股跟港股 其实估值相当于达得比较低 那么是否会改变市场 对这些渠道的估值 目前来说还说不清楚 那大家也要知道 它差不多是八块五的这样的一个招股价的位置 但卢大师是两块七 所以说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卢大师是不是经过这一轮的一个炒作 已经是稍微大家还要喘一喘 但同样的这个心愿方面 反而是我听起来相对更证明一些 好了我们把时间交回到今天的这一只新股 说的是今天是要在这个港股挂牌的 德国矫正势力的企业德士嘉 那其实德士嘉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果他的一个招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早段是升得更好的 13块14块其实都见过的一个情况 昨天大家看案盘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说表现应该是不错的 但会不会是在开盘的那一刻 已经触及到他近期的一些高位了呢 还是未必 其实这个股票我们也可以打开 他的那个业绩去看一下 其实他过去的应该是上半年的业绩 其实下滑得很厉害的 那么他整个业绩的基数 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有个高增长 因为市场上也不知道干嘛会在 因为他应该是17年到18年业绩还可以 但19年了上半年业绩出的比较明显的下滑 这个可能也是他把估值打得很低的一个原因 那么但是我们从整个行业看来的话 眼科的这些纠正手术 包括一些服务店 那么关键有两个点 第一个你的门店是否开了 所谓的检测中心 是否它是按每个点来说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在中国包括在香港 其实他那个服务店 还是相对于人会比较少 那么他是否会扩大的服务店 那么就看他是否有很大的资本投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在香港在深圳 所以在寒州也会有一家 那么有两个预期 第一个预期他就喊一下 我们肯定是有需求 国内肯定是有需求的 那么近视野那么多 第二个他是否利用这个需求 在国内能够顺利扩张产生盈利 这个是市场对他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质疑吧 因为突然上半年的业绩下滑 这市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因为普通来说 IPO上市前都会有一个叫粉饰的这些财务 对啊 照道理应该是这个数据 应该是啪这样上市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17年18年 其实他粉饰过来 一直还可以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来得及上市 没有来得及上市 对 这个时候19年刚好就出了一个下滑了 这个时候是可能会给市场一个提醒 股价是否会持续 很多时候实际很重要 就像港交所说的 大家如果早一点提出说过 可能那个直面就不是这样 这是岔开话题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吧 这个说的是德士嘉 他是1993年成立的 而且据说创办人 也是业内比较出名的这样的一位人士 那他从事的这个势力矫正行业 相信很多的观众都不是特别陌生的 而且他不是说单一的中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业务 他在德国 丹麦以及中国 都同样的运营有这样的相关的业务的 现在稍微跟大家再说一下 他服务的主要的人群好了 其实大家也比较了解的 就通常这个 其实也已经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就大家通过一些手术的方式 来解决近视 远视 或者散光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年轻的族群 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 这样的一个手术 他现在就是说 他的趋光性的激光手术 其实这个是主要用在一些 中低度的一个近视的情况 那后防性的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就可能高度近视会比较大一些 在这一块 其实德士嘉是认为说自己做的是不错的 因为他拥有比较较高的市场份额 主要是在德国有13%排名第一 在丹麦也能够有超过一成以上的 另外的一个手术 就是45岁以上的一些老花白内障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他们就是在技术方面 可能有一些独特的一个比如说叫三焦点 精英体致患手术 那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够帮助大家 有一些新的一个视角来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行业 其实我自己的那个理解是说 这个手术的这个行业 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在那边 但是我看他的这个市占那个份额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企业 其实他好像在所谓的快速增长的 那个中国里面 感觉没有说是在新型的一些技术上面 有特别强烈的一个爆发 其实说一下的 国内其实很多眼科的这些公司 包括爱尔眼科 其实这些在国内近一千一的市值了 那么他本身是有这些竞争的这些关系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访问一点 那么他自然在全球 有领先的这些技术的话 那么他为什么的盈利状况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来说应该三百年盈利 大概一千万左右 其实这个数量很少 那么在国内过去应该是十几年 像爱尔眼科 已经从几十亿发展到一千亿的这些盈利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巨头了 所以侧面来看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说这个含义的技术门槛 没有那么高 可能就是说我可能花 比如说你这个价格可能是一万块钱的吧 我们国内可能四五千块钱 也可能达到你百分之八十的效用 因为数学家的人很多戴眼睛 可能习惯了 还有这些无形的眼睛 其实习惯的时候 他是否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做手术 这个我们也要访问一个 您是男生啦 还是很多女生做的啦 我认识也很 所以说因为这个替代问题会在 究竟是在你这里做 还是在爱尔眼科 或者是在国内其他的一些里做 其实等于是一个比较经济 比较激烈的一个市场 那么我们可以 它可能会针对高端领域 可能会比较多的 那高端领域的话 那么就看你最后做出来的市占率 是否在盈利上去兑现 在业绩增长上面 是否会有体现 目前来说肯定是没有体现到的 就是上半年的业绩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 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香港基本上 是几万块钱的这样的一台手术 在国内其实真的是几千块钱 有些是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在那一边的 另外我注意到 他这一次他自己也强调 他拥有的是一个很先进的 一个晶体治患手术 但同时我们可以出下一版的那个图 给大家一起分享 看到他这次集资 40%其实是用在中国去设立诊所 看起来他的确是也知道 他这个诊所就像你所说的 之前那个设立的速度 可能有点慢了 另外还会在欧洲 再去用33%的集资额 去收购欧洲的诊所 但是在18年的时候 由于这个内地的市场竞争之激烈 他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其实只有1.4% 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那个对手近视矫正 他说有龙头叫欧普康 白内障手术的龙头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二眼科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要堵 这样的一支港股 他以后接下来集资完以后 有没有可能在中国打开更多的市场 是这样吗 对 其实这等于是每个潮污年度都会公布他的业绩 我们看他的帧数跟他的那个是否跟他的开店 比如说他每开一家店 那么这个店的盈利状况怎么样 就会累加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 除了还是打开国内市场 还是需要有个经营能力的 那看看这个拭目以待 会不会觉得说 如果我是参与了这一次的那个认购的 那现在就先建好 就是说以后等到那个数据真的印证了 我再进去 其实是可以的 OK好吧 那大家再来看一下情况 不过我也是很好奇的想比较一下 这个刚刚提到的几支股份 像阿尔眼科 他是在深圳那边上市的 大家已经看到 从市值上面 刚刚周五说了 已经是千亿的一个市值的一个版本 在那边前面 那另外说到的光正集团 他算是半路出家吧 因为他1819年的时候 收购了上海新世界的这个股权 所以现在也算是眼科医疗服务的相关股份了 那其实呢内地的这个眼科医疗也都是还是有一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港股今天加入了德士加 之前还有西马眼科的嘛 对不对 您会就如果因为现在我们反正什么股份都能炒 最看好的还会是一些哪支股份呢 其实收购的这种服务类行业 第一要看那个医生整个店的品牌 是 因为西马其实收购的所谓的神医的 其实市场上对这个硬口度还挺高的 另外一个其实还收购的 还是你要扩充的速度 跟扩充的这些店所产生的盈利状况怎么样 其实市场上还是会去分析你这个事情的 比如说你刮个牌出来 你是做眼科的 可能就会把你瞧一波 还是会有差异对待的 我听下来你的意思就是说 反而是如果选择的话 现在先还是考虑西马的意思嘛 其实说到西马的估值就是说到也 因为服务行业它有一个不好的现在 它没办法这种很大规模的去扩张 因为你是靠一个人的品牌打起来的 他一个人他一天能够到底做多少个手术 是有限的 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是否对业绩上面扩充 今天有多大 目前来说很难很难去 好吧 那如果从那个历史的市盈利来看 西马眼科也已经累积到了一百多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也是那个我们就看到周五在提醒大家的一个地方 那同样呢 这个大家这个眼科的这件事情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吧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也是希望今天这个德士嘉这个后继再有利一点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点那个后继法力的感觉 另外同样快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 也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新股是在香港挂牌上市的 不过这两只新股看看周五有没有兴趣了 一个是本港的环境卫生服务供应商 Johnson就是强承控股 张承控股以下限定价 他的英文就是Johnson了 那另外呢 他的那个招股价是定于一块钱 大家也可以想象是一只小小只的一只股份 星期三会挂牌 另外还有一只是本地的建筑城建商 叫华银建筑的招股价 同样是以下限定价 哇 看起来就是两只非常小的 那个但是啊 他们有一点啊 就是不是这个市场非常喜欢的一些概念算不算 因为是本港那个很local的一些概念啊 这个我们应该来怎么样处理 其实还是说其实只要是小小只的 有可能真的还有机会吵 其实这个机会在哪里呢 就是第一个 它本来是很低的估值去上市 那么中间那个空间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国际配售的投资者 可能会吵一轮 但吵一轮可能就是 或者又吵一轮货源归边 货源归边 对 应该就是这种 本身从基本面来看 肯定是没办法说有很大的经验力的 那么从估值上来看 可能会有一些国际配售的投资者 吵一波 就吵一波的持续性有多长 那么就看投资者 这样好就说 那好啊 也是看看他们明天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面 下一下我们的这样情况 等会再来跟大家跟进 很值得的情况吧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了